大家好,我是嘉义科医师许舒华 防疫期间,请配合邮差及快递业者的防疫事项 一起建立安全的物流作业系统 民众需要签收快递或者是挂号时,请注意哦 第一,请先佩戴口罩 二,尽量以印章去签收 或者是制备签收笔,减少碰触的几率 第三,保持一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并且减少交谈 第四,签收前后,请记得要清洁双手哦 若是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者,请主动告知 确勿出门再接触了 若是因此而无法领见,可以请亲友代收 或者是延后到隔离检疫期满后,再行领取 最后提醒大家,多使用线上付款 减少现金交易,落实防疫,守护健康 约会公司 预 mond 疚事 gur 罢 不 不 不 超盘战将 大家好 收看超盘战将 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 很多人久等了 很多人一直在问 五月份的赚钱秘籍 五月份的赚钱秘籍 从三月 四月 五月份的赚钱秘籍 老师你什么时候要推出 我跟你讲今天隆重登场 我盛大推出 我跟你讲我这张资料 五月份一定第一名 不用看了 老师你太臭屁了 我不是臭屁 我是自信跟把握 为什么 我等一下跟你讲 来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则信息的时候 你的感想是什么 美国首季GDP负成长4.8% 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不为人知的一个内幕 包括了美国股市 包括了台北股市 各位你仔细听 对你下个月的操作 非常的有帮助 当你看到的美国首季GDP负成长4.8%的时候 而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却是这样的表现 道琼涨530 纳斯达涨了306点 有位 金军在3月20号跟你讲的 什么叫做先知先觉 什么叫做提前预告 我可以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昨天所告诉你的 我昨天所告诉你的 你真的要仔细看清楚 你真的要仔细看清楚 还有这个也是一样 有些特定股票的涨幅至少50%起跳 真的 我记得我在跟各位讲基本面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不讲 大家都避重就轻 那我就跟各位做个报告 因为你在看清俊的节目 各位请去把你当成自己人 把你当成家人 我真的很关心你 现在你口袋里面的荷包 可是那个时候我在讲的时候 我知道信的人不是太多 没有关心 没有关心 各位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没有关心 那现在我所讲的话 各位请你听一下 真的你听一下 美国首季GDP负成长4.8% 我直接告诉你 第二季还会更糟糕 第二季美国GDP还会更糟糕 但是 前美国FED主席葛林斯潘讲 美国将在非常糟糕的第二季后 放大一下 看到了吗 看清楚了吗 第三季 有望强势反弹 好 这叫做道琼 我不是叫你看道琼指数 我是想叫你看NASDA 跟费成半导体的指数 在看这两个指数之前 各位你认同吗 如果你同意的话 注意了 包括台北股市在内 第三季之前 从五月份开始 我们会提前反应 我们会提前反应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219点 为什么 是因为我昨天跟各位讲了 台北股市要走回声波吗 理由之一 各位 不是只有我们台北股市在走回声波了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都越过了 不管0.382 0.5 0.618 这三个位置 到今天为止 10992我们都越过了 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在这么多的利空之下 这么大的利空 还有疫情 经济的基本面很差 失业率很飙高的时候 各位你看一下费成半导体 那个NASDA NASDA反弹0.618的位置是8612点 今天 昨天来到了8914点 所以NASDA要走什么 走回声 费成半导体 反弹0.618的位置在1696点 昨天来到1797点 有没有过 过了没有 过了没有 过了 所以费成半导体要走什么 要走回声 所以NASDA走回声 在这个位置 费成半导体也要走回声 请问道琼会不会走回声 会不会 会不会 如果按照葛林斯班所讲的 第三季有望强势反弹 现在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 各位 道琼 美国股市 要反应了 他要走回声了 注意 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会第三季强势反弹 注意 所以我跟你讲 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没有错 三月低点 就是底部了 我们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这里就是底部了 既然底部的话 你不要再期望回来 打第二只脚 或是什么 走一个W心底 没有这回事了 直接往上涨 他就是直接往上涨 台北股市就是要 直接往上涨了 各位 你注意 现在就是走回声波 目标就是要越过 1297点 12197 我们从无机之谈 变成了有机之声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这件事情了 各位 台积电的客户 为什么要给台积电大单 台积电在美国的客户 看到了什么 回回回 呼应一下 格林斯班所讲的第三季 有望强劲反弹 那么 为什么美国的客户要下给台积电 这么多的订单 为什么联发科的法说会 表现得这么好 双惊喜 为什么我们三月份的出口 我们三月份的出口 各位 我们三月份的出口会优于一起 去做一个连结 这都是环环相扣 我们的外销订单 接到了订单 四月五月六月的出口会怎么样 既然我们优于一起的话 所以我们台北股市接下来会怎么样 会如何 各位 会如何 你告诉我会如何 会不会越过 会不会越过 各位 不要小看 这一波的全球央行宽松 睽違十年以来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钱 在全球的股市 包括了现在的FED主席 还要放这么多的钱 包括了什么 各位 包括了我们台币 冲上二次头 我在跟你解盘的时候 台币还在升值 这么多的钱进来 央行定存钱多多 台币又在升值 热钱涌入 你觉得这一波的台北股市 会涨到哪里 会涨到哪里 会不会越过去 会不会越过去 会不会越过 包括了 我们的主计总处说 经济渴望六月份要反弹 要反弹了 六月要反弹 五月要不要提前反应 要不要 要 好 既然要的话 五月份 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股票会涨 对 这就是重点了 既然六月份会反弹 经济要反弹了 那五月份什么股票要开始往上涨了 我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各位 我再讲一次 接下来的行情 你只要买对股票 至少50%起跳 懂我意思吗 然后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的赚钱秘笈 你要不要来拿 你要不要来 就像这一张 三月二十号给你的 这一张 这几只股票 我还记得 三月二十号 在这里 三月二十号 在这里 那时候国具在 252块钱 今天国具来到了 391块 当时他在 252块的时候 来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段情报 我把数字写上去 他们的买点 他们的目标价 各位都在里面了 都在里面 各位这一张很重 你不要小看他 他叫做赚钱秘笈 这一张 这几只股票 里面的数字 真的 都价值百万 都价值百万 各位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请你照表操科 懂我意思吗 当时拖光光给你看 这六只股票 这六只股票 全部都赤裸裸的 呈现在你的眼前 国具那个时候 3月20号在252 郁金光 那个时候在327块 今天来到多少钱 485.5 当时在多少钱 327 环球金 联发科 那时候在301块 今天来到了415块 文帽 文帽有没有让你赚 文帽还好啦 双红还不错 双红 那时候116 今天来到了174 有些人觉得还不够 我马上拿这张出来 4月份的赚钱秘籍 4月1号给你的 筒心 4月1号 这里 热印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我的QR Code 这份资料 我跟你共享 扫描就有 扫描不用钱 一起赚大钱 各位 这就是我前几天 一直在跟各位做个预告 5月份赚钱秘籍 我不管是这一张 还是这一张 请问大家 你们都赚到了吧 都有让你赚到钱 对不对 对不对 苹果 怎么会是苹果 老师怎么会是苹果啊 为什么会是苹果 为什么会是苹果 那苹果 怎么会有一个苹果在里面 那谁会 却贫重选 谁会是苹果盖链股里面 最会标的 他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这只股票 还有5G 新的5G 新的防疫 各位 这份资料 5月份的赚钱秘籍 今天4月30号 从下个礼拜开始起算 从5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开始算 这三档股票 每个价格 我倒会把它定在那边 我们就等着看吧 我们等着看 会涨到多少 会涨到多少 这一份资料 加上这一份资料 各位 我一起送给你 我一起送给你 扫描我的QR call 扫描我的QR call 这两份资料 我送给大家 老师我为什么要来 你的资料真的值得我来拿吗 我跟你讲 真的非常值得你来拿 真的非常值得你来拿 3373的热印 今天来到了 96.8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来 这支股票 涨点半 33块 到今天96.8 我跟你讲啊 各位 我无话可说了 真的我无话可说 好不好 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全市场最早讲热印的是谁 现在一堆人在讲热印 好啦 我不去批评别人 全市场最早讲的 我敢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热印 你说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讲的 那时候多少钱 到今天为止 各位 我跟啊 里面的人聊了一下 我告诉你 更精彩的要来了 更精彩的要来了 各位 这一支 还有爱普 爱普也进来了 爱普 6531的爱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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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VCR 导播 Check out 战 停 败 114块 今天 195块 195块 减掉 114块 多少 多少 哇 真的太厉害 你真的太厉害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30% 30% 50% QR Code 里面告诉你 各位 我跟你讲 这次股票 扫描我的QR Code 下个礼拜赚大大大钱 我跟你讲 这次股票 这次股票不得了 超兴奋的内幕 有内情 当然内幕不能跟你讲 真的 真的很厉害 各位 爱普 连加登 3680的加登 这次股票 166块半 什么时候公开的 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次股票 涨停半 今天166 刚好 50块 50块 又多涨了50块 也就是说 一涨5万 十涨50万 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我讲的对吧 一涨5万 十涨50万 如果我公开到今天这个价位 再减一下 全部的人 不管你买在哪里的人 好了 这三股力量 这三股买盘 幕后的黑手 现在 立刻合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不用讲了 不用讲 不用讲了 不用讲那么多了 确认无误了 那还要讲吗 买啊 直接买就对了 下个礼拜等着看 各位 各位 你自己看 你自己输 我跟你讲 我不会这么早开的啦 这支股票 我不会这么早开 就像这支股票一样 哦 我昨天给你看一个 我昨天还给你看一个 怎么回事 今天马上这样 马上这样 但我还是不要开 我还是比较公开 各位 我上个礼拜 我给你的 哦 有没有喷出 但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下个礼拜 有没有股票会像他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哦 一根掌听板 我不会开 两根掌听板 我也不会开 三根掌听板 我也不会开 就跟这支股票一样 我画三根嘛 所以呢 我都没有开 下个礼拜再说 这支股票也一样 我不会这么早公开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这支股票是什么 下个礼拜你想去买的 扫描我的QR Code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我的QR Code 这支股票我放在里面 包含了这张资料一样 苹果 5G 防疫 老师怎么 又是防疫啊 因为我有讲啊 我有讲啊 我要武功啊 当然你可以怀疑 没有关系啊 老师是不是 该不会又是重复了吧 瑞姬 是不是 啊 还是 抬药 不是 是不是啊 不要问 你想知道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我的QR Code 我这张给你 我这张送给你 我跟你讲 如果上一次我的赚钱秘籍 你没有来拿的 不管是在3月20号 或者是4月1号 你都没有来拿的 没有关系 各位 今天4月30号 我日记写上去 各位我写上去 你不要等我公开 我跟你讲 就是从月初涨到月底 就这么简单嘛 这个是不是从月初涨到月底 这个是不是从月初涨到月底 有没有涨嘛 你自己去看好不好 好不好 那这三档股票 苹果 5G防疫 万中选一 我就选这档 就是这档啦 我看到了 他们也看到了 那还用讲嘛 这么棒的内容 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数字 了不起的基本面 当然买嘛 我一定要买啊 还用说吗 美国股市 都要准备大涨特涨了 那台北股市更不用说嘛 外资都回来了 外资也要回来了 各位 外资如果外资回来 他外资会买苹果什么 我跟你讲 外资买苹果一定会买这一只 我说过了 我一定要吃外资的豆腐 我让外资来帮我们抬轿 就是这支啦 还有5G 你看到大陆最近的新闻 它的基础建设开始进行的 5G正在加足马力 各位这一只 不得了 很厉害 还有这只股票防疫 一样防疫不能傻 这只股票后面 各位 真的 会涨到不可思议的价位 这一张 5月份的赚钱秘籍 加上这一只股票 热印 加爱普 加加登 各位 热印的力量 加上 爱普的实力 加上 加登的买盘 今天涨停板 涨停板 涨停板 三家都涨停板的 母后黑手 现在合作的这一只 扫描我的QR扣 这只股票送给你 包括 5月份的赚钱秘籍 一 各位 加一 扫描QR扣 送给大家 进广告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 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欢迎订阅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赔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 帮助您度过 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 02-8512-5858 8512-5858 民国88年以前 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 同众脚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 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 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 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 地震少烦恼 超盘战将 各位 赚钱秘籍 4月的赚钱秘籍 5月的赚钱秘籍 这三支股票 我跟你讲 从下个礼拜开始 从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到5月底 你等着看吧 你看他们怎么涨 你看他们怎么涨 为什么资金要集中火力 因为有实力的人都看到了 我不知道外资看到了没有 也许外资有些人有看到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 各位 苹果 5G加防疫 这三支股票 5月份的赚钱秘籍 你看他们的 看他们的 搞不好说不定 天天涨停板也说不定 对不对 就像热硬 热硬不就天天涨停 难讲 我跟你讲难说 当然信不信有你 这份资料 5月赚钱秘籍 加上这档股票 热硬 加上爱普 涨停板的热硬 涨停板的爱普 涨停板的加登 三股力量 合作的这一支 掃描QR Code 全部送给你 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